机器手臂平稳的抓取晶圆 放上检测机台 运用工研院自行设计的 全光谱光源照射孔洞扫描量测 一大特色就是不用切片破坏晶片 相较于传统破坏性检测方式 得花约一天以上的时间才能进行检测 现在只要几分钟 我们在这个检测上面做了一些突破 第一个我们采用一般的白光 而不是用生子光 所以在成本各方面的竞争力是很强的 第二部分是我们能够检测的深宽比 到达了30比1 30比1就是说 举个例子就是假设你地面上开一个洞 直径是一公尺 这个的深度是30公尺 那你想想看30公尺下面 你去看这个全部都看不到 所以在检测上面需要很高明的手法 来做这件事情 随着终端装置性能越来越高阶 带动晶片不断微小化 以及从2D眼镜到3D 不断垂直向上堆叠 其中纵向串联的细穿孔至关重要 利用穿孔让电路畅通 晶片互联 协助业者解决高深宽比孔洞不好 两侧的难题 以前都是依靠国外的设备 那我们经过评估以后 工程评估以后呢 这个TSB的话 这个制程呢 对我们的半导理业封装 先进封装非常就是非常的就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效果 工研院技转成立新创公司 已经获得多家厂商注资 看好未来先进封装领域市场前景 那我们目前也有在做合作是提供测试的模组 给我们策略的股东跟策略的伙伴 那预计大概基本上 第一笔营收应该是今年上半年 会先有第一笔的营收在模组部分 那系统部我们希望是在明年初 能够以系统来做呈现 工研院技转新创公司投身市场 期盼提升检测装备厂商产品竞争力 让半导体业者提升良率 有助于台湾先进制程发展 西唐人雅的电视 林秋霞台湾新竹采访报道